監視畫面可以看到一輛機車騎士停在巷口 等待氣機車經過 僅剩等了38秒才剛往前沒多久 立刻被執行的機車撞上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巷子出來可雙向通行 對面一輛白色轎車將要從巷子出來 騎士明明已經等待一陣子 卻還是被來自左側的機車撞上 騎士雙雙倒地 機車整整翻了一圈才落地 來聽稍找訪問 剛好對象 所以有人超過車線 他要彎嘛 他那邊就放過 現場一名男性倒臥在地上 我們上前評估後發現 他的左小腿有一個開放性的骨折 那右小拇指也有明顯的一個斷裂的痕跡 事發在2號上午8點多 花蓮中正路上 警消人員到場後 家囊人送往醫院救治 雙方沒有生命危險 酒車職也為零 彈招撞的零性騎士 左腳被撞斷 手指跟左小腿 嚴重變形骨折 事故原因還有待調查釐清